小凤这里的风景非常美好 因为这里是我们贵宾西山的最好的地方 在这边吃饭 所以有没有听过西山 好朋友来的都是带来这里吃饭比较好 西山是国家4A级 对欢迎大家来我们这边玩 佛教圣地 是啊 佛教圣地 等下要上去装个箱 西山上面 要的要的 保平安保保健康啊 我们搞的 哦 我告诉你 这个资料 先搞点茶喝去嘛 一块两米 抱歉 点点砂锅 下锅 整个汤 好吧 一块两米 你好呢 我吃了吗 我会是这样的 啊 啊 白青吗 我会是这样的 白青 白青 给我吃了白青 妈 几点吃 妈妈吃了一个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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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苦瓜牛肉 哎 那个苦瓜牛肉吃吗 你们吃牛肉吗 对 搞个牛肉新鲜啊 嗯 搞个牛肉吧 然后再搞个搞两个青菜就行了 嗯 好吧 搞 它叫熊 横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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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碗呢 洗不洗也可以 就是这边就习惯了 肯定要洗一下 小鳳来到这里舒不舒服啊 那肯定啦 桂平最有名的旅游景区就是西山 桂平西山 大家记得有时间一定要过来度假也可以 是啊 爬山啊 拍照啊 观景啊 吃饭也可以 都非常适合这个地方 西山 大家有听过这个地方吗 广西桂平西山 也是国家4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 4A级啊 厉害哦 然后呢 也是在我们广西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佛教圣地 这个山很高 上下 上和下 全程 几个小时 大概要五到六个小时 海拔也 海拔也不是很高 海拔呢 大概就是六百左右 跑得快的话呢 就是三两个小时就行了 嗯 如果跑得慢的话 可能五六个小时还不得 对 还有一个就是西山这边的泉水呢 也是非常漂亮的 一尾泉啊 一尾泉啊 一尾泉 上面有和尚 有泥菇 哈哈哈哈 有几座寺庙的 这是真的吗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说 所以说有很多游客从很远的地方来这边许愿啊 来这边许愿啊 特别是广东 对 那个其他的香港 澳门都有 然后许愿成了之后呢 还要回来还 大家多吃点啊 来到这里就不要客气了 就简简单单 然后主要是有特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